公元125年,当时年仅10岁的汉顺帝刘宝,忽然带领十几个宦官,在宫里大开杀戒,干掉了掌权的外戚家族颜家。 此后,刘宝在群臣的参拜之下,正式登基称帝,继承皇位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东汉就进入到了汉顺帝时代,一个10岁的孩子,能够发动政变,干掉掌权的外戚家族,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 不得不说,老刘家的孩子,似乎天生就有某种政治天赋,不过接下来,随着汉顺帝登基,一个让所有人都很关注的问题就出现了。 这个问题就是,一个10岁的孩子,到底该如何治理国家呢? 或者说,一个10岁的孩子,到底该如何平衡各方势力,避免自己被架空,从而彻底坐稳皇位呢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放到现代的话,一个10岁的孩子,基本上都还在上小学,指望一个小学生去处理国家政务,平衡各方势力,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,接下来小皇帝被架空,继而再次发生政变,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 但讽刺的是,接下来,在汉顺帝登基之后,这个当时年仅10岁的孩子,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。 接下来的几年里,汉顺帝不但彻底坐稳了皇位,而且还逐渐熟悉了自己的工作,继而开创了自己的时代。 那么,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汉顺帝,到底都做了什么? 为什么当时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,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? 此后的几年里,汉顺帝到底是如何避免被架空,继而彻底坐稳皇位呢? 这个故事,我们可以从汉顺帝刘宝发动政变的那天说起,公元125年3月,东汉的第六位皇帝汉安帝,在外出巡游的路上。 忽然去世了,而汉安帝去世的时候,只留下了一个儿子,就是后来的汉顺帝刘宝。 照理来说,老皇帝去世,只留下来一个皇子,那么接下来,这个皇子自然理所应当继承皇位,成为新的皇帝。 但关键是,当时汉安帝的皇后言是,不想让刘宝这个唯一的儿子接班,严皇后之所以不想让刘宝接班。 原因很简单,因为刘宝不是他生的,而且,之前为了争权,严皇后堵死了刘宝的生母,还曾经暗中推波助澜,让汉安帝废了刘宝的太子之位。 所以,此时严皇后是绝对不能容忍刘宝接班的。 因为严皇后的存在,后来,皇位就绕过了刘宝这个皇子,传给了汉安帝的堂帝刘宜。 与此同时,刘宝则是被严皇后软禁了起来,关在了皇宫德阳殿的西中楼内。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接下来只过了几个月之后,那个被严皇后拥立的刘宜,就同样去世了。 而刘宜去世之后,尽管严皇后第一时间封锁消息, 想要从京城外边再找一个合适的宗室,过来继承皇位,但后来,这个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。 而随着这个消息走漏,当时被软禁的刘宝,虽然什么都做不了。 但是她的如母宋娥,却开始替刘宝四处奔走,联系上了几个宫里的宦官。 最终,宋娥联系上了十几个宦官,得到了他们的支持,就这样,在那一天夜晚,这十几个宦官,突然拿着武器,从西中楼内解救出了刘宝,并且带着刘宝向皇宫内的云台阁跑过去。 同时,这些宦官还迅速去联系其他大臣,让大臣们来拜见刘宝,因为严皇后的家族并不是什么老牌政治家族,所以当时在皇宫里面,很多中下层的官员都不买严家的账。 再加上严皇后掌权之后,为了赌掌大权,杀了不少宦官,彻底得罪了宫里的宦官集团,而外朝的那些大臣们,也因为严家之前一系列做法,感到十分不满,所以最后,刘宝在这十几个宦官的保护之下,竟然真的奇迹般地冲出了重围,抵达了云台阁,同时,其他外朝的大臣们,也过来拜见了刘宝,承认了刘宝的皇帝身份,至于严家的掌权者,则是很快被清理掉了。 就这样,刘宝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,成功夺取了东汉的最高权力,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,准确来说,是从政变发生那天天亮的时候。 军队入宫,抓了严家几个高层之后开始,刘宝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,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,到底该如何坐稳皇位呢? 要知道,西中正变的发生,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的巧合在里面,当时宫里的宦官,集体对严家不满,外面低士族官员,甚至是老刘家的宗室后裔,集体看不起严家,不听严家的号令,当时掌权的严皇后,正至手腕极差。 再加上刘宝本人,是汉安帝唯一的儿子,这才成功上位。 一句话,当时的严家,已经犯了重怒,所以才会被推翻,而这几个关键条件,不管差哪一个,西中正变都不可能成功,可是等到严家倒台,大家失去了一致的敌人,情况就不一样了,对于此时的汉顺帝刘宝来说,此时他手里的牌,其实已经差到极致了,首先,他年龄太小,所有人都会轻视他。 其次,那些刘氏宗亲,会因为他年龄太小,想要抢他的皇位,所以他的本家亲戚不能用,刘宝的生母,只是一个普通宫女。 这就意味着,刘宝没有强势的外妻家族撑腰,没法通过外妻平衡权力。 刘宝当时身边能够信任的,只有他的乳母,和那十几个宦官。 但这些人,清一色都没什么才能,根本不懂高层政治斗争,而且当时地方士族集团,早已经逐渐做大,要不然的话,之前严皇后掌权的时候,早就能轻易摆平他们了。 而此时换到刘宝做皇帝,刘宝一样也摆不平这些士族官员。 如果处理不当,很容易会弄出一个超强低士族大臣,把持朝政,具体情况,可以参见后面的董卓。 这几条加起来之后,刘宝就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,别说一个十岁的孩子,就算是今天一个普通的成年人,直接穿越过去,也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是接下来,刘宝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,老刘家的皇帝,似乎确实是有某种天赋,尽管年龄很小,但他在政治方面,却似乎有一种过人的天赋。 请注意,接下来我们看到的,将会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,一次年龄最小的掌权者,迅速掌权的精彩过程,而这个过程,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,叫做清理颜家,在正边那天天亮之后,刘宝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清理颜家,但是在清理颜家的时候,刘宝的手腕,却非常巧妙。 首先,逮捕颜家的几个高层,彻底把他们打入大牢,关入监狱之后,直接在监狱里面将他们处死,无需通过正规的司法审判,以最快的速度,干掉颜家的掌权者。 但同时,对于那位颜太后,刘宝却并没有处理,相反,在第二天天亮之后,刘宝带着文武百官,公开前往颜太后居住的寝宫,向颜太后公开讨要天子应寿,在文武百官的压力下, 颜太后被迫交出了天子应寿,但在之后,刘宝没有继续追究颜太后的责任,反倒是将她转移到了离宫,暂时软禁了起来,只动颜家的男人,不动颜太后。 这一招其实非常巧妙,第一时间干掉了颜家的男人,就等于是彻底斩断了颜家的手脚,自此之后,颜家就再也无法掌权,无法再和下面取得联系了, 而单纯软禁颜皇后,则可以留下一个名念上的敌人,让大臣、宦官、宗室,暂时团结起来,有了共同的敌人,就能避免内部分裂,尽管颜太后这个敌人,此时已经存在了, 但只要他还在,就会给大家造成一种危机感,不会让大家轻举妄动,整个搞定颜家的阶段,最多只花了两天的时间,而随着颜家被暂时搞定。 接下来,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,第二个阶段,叫做控制军队,那场西中政变,是发生在11月初四的深夜,而到了11月初六的时候,刘宝就以皇帝的身份, 下令解除了皇宫外守卫的重兵,让军队各自回营,恢复了正常秩序,与此同时,刘宝第一时间提拔了之前追随自己的那19个宦官,给他们全都封了侯,后世称之为19侯,而在封侯的同时, 刘宝还把他们直接安插到了军队那边,尤其是领头的宦官孙成,更是被刘宝第一时间提拔为其都尉,直接掌握与邻军的一部分精锐。 就这样,通过这19个宦官,刘宝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军队,保护住了自己的安全,但同时,这里,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,当时刘宝并没有把所有的军队权力,都交给宦官,准确来说,这些宦官进入军队的作用,更像是兼军, 而不是直接管理者,这种操作,既能让刘宝控制住军队,避免某个氏族官员趁机作乱,同时也能避免这19个宦官,借着军队搞事情,最关键的是,刘宝这种安插人手的手段,没有直接动那些氏族官员的权力根基,因为军队的主官还是氏族官员。 刘宝只是派了一些宦官,过去监督他们,或者做他们的手下而已,这个手法,无疑是相当巧妙的,从这段历史的大背景来看,我们有理由相信,当时所有的这些布置,都是刘宝自己想到的,因为当时他身边最亲近的人,只有一个乳母送额, 但这位乳母,绝对不是出身什么世家大族,他肯定完全不懂政治,很难想象,一个十岁的孩子,能想到这要巧妙的权力结构,或许当时刘宝还不懂这里面的道理,但是出身皇族的本能,已经让他可以凭借本能,做出这些选择。 控制住了军队之后,接下来,就进入了第三阶段,这个阶段,我们可以叫做平衡权力,在控制住了军队之后,刘宝有了足够多的话语权,所以接下来,刘宝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人事调动,在接下来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,刘宝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,比如说,朝堂上那些亲近颜家,或者之前被颜家提拔起来的官员,一个个都遭到了贬处,而那些之前拥护刘宝称帝的大臣, 则是被纷纷重用,与此同时,刘宝还提拔了另外一个群体,这个群体,叫做前朝失事团体。 简单来说,当年刘宝他爹汉安帝在位的时候,很长一段时间里,国家都不是汉安帝说了算,而是当时在世的邓太后说了算,在后来,邓太后去世之后,汉安帝为了坐稳皇位,就开始残酷打压邓家人,并且将邓家重用的官员,纷纷贬出流放,而到了刘宝这里,刘宝登基的第一, 一年,就把当年他爹扁出的这帮人,全都请了回来,逐渐为以重任,同时,刘宝还下令,为当年流放的邓家平反,同时对邓家人为以重任,正所谓敌人的敌人,就是朋友,当年汉安帝清理这些人。 那位颜皇后,在背后也说了不少坏话,所以,这些之前被打压的人,基本上都是颜皇后的敌人,而如今,刘宝赦免了他们,他们自然会对刘宝效忠,在这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邓家,因为当年刘宝被立为太子的时候,就是邓太后敲定的,所以,邓家相当于是刘宝的天然盟友,而邓家作为东汉的老牌外戚家族,自身的关系网, 肯定不用多说,此时的刘宝,需要邓家的支持,而邓家,也需要刘宝赦免,然后完成家族的复兴,所以,两者之间,自然是一拍即合,就这样,靠着赦免前朝失事团体。 再加上一系列人士调动,短短一年之内,刘宝就把东汉的高层位置,基本上都换了一遍,再之后,便是第四个阶段,这个阶段,叫做打压宦官,之前刘宝能登基,完全是靠着那19个宦官, 以及自己的乳母的保护,对于这些人,刘宝打心眼里是感激的,但问题是,这些帮助他掌权的人,文化水平一般都不算太高,而且,刘宝登基之后,这些宦官往往都借着自己的权势,开始结党营私,如果任由事情发展下去,很容易会导致宦官集团做大,继而架空黄泉,于是接下来。 刘宝就开始对这些人下手了,很难想象,这一切,只是出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之手,就这样,接下来等到刘宝搞定了所有人,彻底坐稳了皇位之后,公元132年,刘宝正式下旨,改元杨家,同时确立皇后,赌掌朝政大权,从这一年开始,18岁的刘宝,将会成为名正言顺的汉顺帝, 进行一系列操作,尽自己最大的力量,去挽救这个,开始走下坡路的大汉江山,一个属于汉顺帝的时代,就此开始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,点的订阅有你,小小的订阅,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